欢迎收看5月3号的新闻抢线报 我是学宜 诈骗集团变化多端 投资也要很小心 诈骗集团日前通过TikTok直播 出动假美元现钞和假金砖等道具 诱骗民众投资香港股票 警方一举倒破诈骗集团后 逮捕了8名男女 包括公司董事、经理、蒋师、 编辑和直播主持人 五级阿曼商业罪案调查局总监 那都私立难立 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诈骗集团从去年8月开始活跃 租下两间办公室充当客服服务和宣传中心 再通过TikTok宣传假投资计划 诈骗大马人民 他们以假美元现钞和假金砖当道具 在直播中吸引观众观看 有兴趣的人就会被拉进Telegram群组 再教导他们通过诈骗集团所提供的网站 进行股票交易 警方也起货了电脑中央处理器 手提电脑、手机 一捆面而为100美元 相当于472令吉的假纸钞 和仿制金砖空盒子等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427篇条文来调查此案 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中 警方没有透露受害者人数和损失金额等细节 马六甲某餐饮店业者使出偷龙转缝的伎俩 百亿公斤装补贴石油乘入五公斤装油桶内 以蒙骗执法人员 最终仍被识破 业者还被发现 滥用或补贴的面粉实在令人无奈 在接获民众爆料后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执法人员 昨天取缔了马六甲士马木某餐馆 业者被揭发 在员工宿舍私藏717公斤的补贴石油和面粉 被当局罚款200令吉 该局也发现 店里所有的商品都没有标价 任由店员开架后再发出罚单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贾州局长诺利娜说 取地工作并不会就此结束 执法单位应该调查供应货源的源头 已查出大批补贴石油和面粉 是如何流入商家手中 东海岸大道日前发生31辆车辆货摩多的轮胎 被地上的金属片划破事件 引发网民怀疑是有心人故意动手脚 几天后真相水落石出 根据警方调查 原来这些金属片是从一辆在废铁的托格罗里上掉落 托格罗里司机是28岁的当地男性 已经录取口供进行调查 警方目前援引1959年道路交通法令条文来调查此案 一群登山爱好者穿着传统马来服登山 在网络上引起非议 网民纷纷炮轰 这些人罔顾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网传视频显示 登山者有男有女 只见他们走在几岛华林县布莱山顶一带的坚硬岩石中 也可以看见一名身穿深色的马来巴珠窟窿的女子 在岩石缝隙之间移动 布莱山在登山领域的名气响当当 攀爬的路段又超过80%都是岩石路段 危险性并不低 每年几乎都有发生登山者迷路或受伤的情况 让消整局疲于奔命 视频被传上社交媒体后 引起许多网民批评 指责这些人没有做好安全措施 泰国曼谷网红餐馆 蒙南业主和新加坡业者 在新加坡东陵合作开设分店 但在新店开张前夕 业者证实 四名泰国蒙南来布城 由十名当地蒙南代为上阵 新店的开幕典礼 原定在今天举行 一连三天 没想到泰国蒙南在抵达张仪机场后 被拒绝入境 餐厅的新加坡合作伙伴 Mr.Mukada老板娘消息轮说 他们已经为泰国伙伴准备入境文件 目前还不清楚被拒绝入境的原因 尽管百物起价 也阻挡不了做善事的决心 柔佛西加墨市议会小贩中心 一个华人面摊 至今还是以八九十年代的一碗面价格 售价仅四令吉 让六十岁或以上的长者 享有一顿饱餐 柔佛西加墨一碗面 平均卖六到七令吉 而老字号大树下摊主彭子兴 从五月一号开始推出 勒林人士优惠餐 让六十岁或以上长者 能以四令吉价格饱餐一顿 一经推出反应热烈 吸引了不少年长顾客光顾 彭子兴受访时说 推出优惠餐旨在行善 和为高领父亲做功德 这项优惠预计持续几个月 打算之后换食物或优惠方式 摊主友人料谨慎 更以行动支持优惠活动 在活动首日取消外出的计划 前来帮忙摊主洗碗 一对太阳鸟在两个月前 飞到嘉颖金山岭一间住家庭院 在庭院多次盘旋 没过几天便在住家屋檐下竹巢 屋主刘先生对野鸟到家里竹巢 感到好奇 上网搜索下发现是吉兆 可能会带来好运 所以没有逐致鸟儿竹巢 在两个星期前 太阳鸟在草里张开口 让刘先生灵光一闪买薪水渍 结果真的中了入围奖 赢得2000多令吉奖金 为他带来一笔横财 来跟进中国广东5月1号 发生的高速公路坍塌 导致多死伤事故 目前救援行动仍在持续中 官方指出 这次现场救援行动 面临着五大困难 包括土治疏松 大型机具难以进入灾场救援等 每周适应及管理局指出 由于设施车辆和人较多 部分车辆起火 救援作业面较窄 导致大型救援装备难以发挥作用 而且现场救援团队庞大 加大了组织协调的指挥难度 加上救援现场周边地质条件复杂 长时间下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 极度容易发生次生灾害 大大增加了救援难度 截至星期四下午 初步发现灾害造成23辆汽车陷落 已被搜救的司机和乘客达78人 同样在中国 山西北越恒山景区 星期四发生突发情况 湖峰口处发生落石 导致6名游客受伤 其中1人送医补治 其余5人无生命危险 中国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大礼堂 星期四晚上发生火灾 90年历史的建筑毁于一旦 所幸货灾已经被扑灭 也没有人伤亡 这栋建筑已经施工近四个月 吸货原因还在调查中 对于这场大火 校方感到无比痛心和自责 换则焦点 中国五一假期共有五天 在假期首日5月1号 全国各地景区就涌现了大批游客 开启了无止境的排队模式 其中 勒山大佛的佛脚前全是游客 有网民就吐槽 自己排了四个小时的长队 才看到佛脚 东南亚多国传出高温警报 越南中部和南部也不例外 当地一座水库因为天气炎热 和水库管理不善 导致数十万条鱼暴毙 重达200吨 于是覆盖了整个水库 臭气熏天 让当地居民叫苦连天 根据联合国星期四公布的报告 战争导致加萨地带的发展水平 倒退了数十年 如今的加萨满目疮痍 荒凉景象堪比月球表面 加萨地带重建家园的工作 需要约80年时间 估计要到下个世纪才能完成 大马香港国际漫画周 昨天开始到5月12号 在The Curve购物广场闪亮登场 十名来自大马和香港的漫画家联手办展 吸引了不少漫画迷到来 意读他们的作品和风采 在新闻结束前 带您到展览先读十名画家的出色作品 我是雪怡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